這是右邊 這是舞台視野 然後這邊是左邊舞台 大家好 歡迎收看 This is VV 就是VV 我是小楊 我是V 還有我們現在是要去哪裡呢 我們現在要來去台南豪漾 去看 阿蘇 你只是為了看愛他們而已嗎 對 你為什麼會這麼自活 你沒有到當天跟你講都沒有用 我已經放棄了 你有看到我的臉嗎 我已經放棄了臉 又回到你 只是眼神吃了臉 我出門的時候就不回了 我們今天早上6點就起跑了 然後7點的火車 因為真的確定行程可以去台南 是大概禮拜二禮拜三的時候 結果我們最後夜市的賣到 所以我們從7點要一路做到 待會一點的時候才會到 為什麼不坐高鐵 因為高鐵查了一下離會場還蠻遠 最後呢 我算一下大概我們兩個 在我們加起來一個500多塊的車票 然後再搭個計程車去會場 花大概一個人花個600塊差不多吧 就比高鐵還便宜耶 不知道為什麼 如果要花到2000塊我就覺得 你會不斷在演唱會嗎 其實我很想問說幹嘛 不直接去演唱會 因為像這種場次他們唱的歌 可能就三首四首 四多五首吧 真的很想聽去演唱會會比較好 之前不是有演唱會的場次嗎 去廠家那個會比較舒適嗎 是比較舒適 可是等於要等一次啊 如果他們在韓國你就覺得 啊放棄吧好遠 可是他們人都來就覺得 好像比韓國稍微近一點 遠去都有點可惜 現在視頻非常的過多 不是說在台北的犯的心情 每次都要這樣遠征上來台北 真的好可憐 我聽說現在是12點 但是那邊已經很多人在大帳篷 希望去的時候位置不要太忘記 6點才開唱吧 一路到10點 還有要12個小時要奮戰 加油 加油 我們就把它當作一個驚奇的旅程 然後我們現在就到這裡會場 見 我們到現場啊 現場已經很多人站了位置 先給你們看一下四周一圈 有沒有像夜市的感覺 後面流動廁所好多 這個點算是很好很棒 只是要記得來這裡要帶衛生紙 大家可以看到後面那個就是舞台 它的螢幕有三個 我覺得很清楚 就算我們現在站這麼遠的位置 也可以看到很清楚的螢幕 所以我們如果等一下又再更接近的話 那個應該是非常之完美的演唱會 因為這邊真的一整排東西 真的 所以我們要先去買吃的以後 然後再去坐著 這是夜市吧 是沒有錯 感覺有些東西還沒有準備好耶 今天感覺天氣其實沒有非常非常好 明天好像會下雨對不對 主舞台後面也有一個很大的螢幕 而且都是高新的非常清楚 然後這個是舞台 給大家看一下現在這個時間 因為我們剛剛去買東西 之後這邊就突然就滿人了 算是突然變了人還蠻多的 可能大家都下午來吧 這是右邊 這是舞台視野 然後這邊是左邊舞台 大概現在是這樣子的感覺 算是人真的還蠻多的 最後我選擇坐在了舞台右邊 最後我選擇坐在了舞台右邊 因為左邊有懸吊式會動的攝影機 這樣容易擋到臉 我想要清清楚楚的看 我想要看著團 所以我後來決定選擇了 右邊舞台 我們要準備坐下來了 把我們的裝備拿出來 我們兩個人也買了一個凳子 還有一個野餐墊 跟兩包零食 你這個是拿來做的 還是拿來有別的用途的 做完以後開場以後有人推我 我就要拿著打人 我有沒有看到團無所謂 所以我不希望你要推我 希望今天是非常溫和快樂的一天 現在三點我要開始吃了 一路四到六點半 就這樣 不好意思可以通問你們 這個是哪裡發的嗎 這個袋子 袋子已經沒有了 然後現在要再排排報 三排都是嗎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發的 你說袋子嗎 對對對 一兩個小時 一兩個小時之前 是應援站發的 謝謝 大家有看到排了這麼多人在排一次我們嗎 他們在排車營又排報 排的真的太長了 可能要排蠻久的喔 真的很誇張 像是規定的 就想要來吃 說… 我要來吃 我一定要做的 第四歌 了 你的身份好现在 Dziękuję 上车把握 我的握て 我一定是 别闭着 我曾经遇见你 Let's go 你 你会想起来 我会想起来 你会想起来 你会想起来 重新的迷惑的記憶 跟著你 說不定 再一次 我們就有一點謝謝 阿雪 謝謝 謝謝 結束了 我們現在這邊終於找到 有個地方可以好好來講話 這一次他們唱了很多首 他們唱了六首欸 還蠻多的 而且新的迷你專才剛出 所以我聽到很多專輯裡面的歌 六首二十分鐘真的蠻多的 非常非常非常滿足 這次唱得非常好 你都開全麥 覺得第一次看到solo現場 你覺得他們唱得怎麼樣 隊長的音色 跟另外一個沒有穿西裝外套的 他們跳舞跳得很激烈 可是卻很穩 聲音可以很明顯聽得出 很好聽 那個就是我跟你說的 是NOW慘熱啊 他們的況況其實也都還蠻好的 每一個人都唱跳得非常認真 然後還可以聲音這麼穩 譬如說 音響好 晃晃好 跳得不唱得非常好 因為場地很大 比我想像中的還好很多 流動廁所也非常之宗族 幾乎沒有什麼排到對 而且他廁所一直都有人去清 然後補衛生紙 最後最後我覺得 這是很難得可貴是 他時間非常的準時 他就六點半開 然後十點 差一點點 大概差一兩分鐘就結束了 非常之準時 真的耶 感覺好像每個歌手 可能都沒有什麼拖到時間 對 只是剛剛有被那個 黃偉哲市長嚇到 哦 對啊 是不是 本來以為要說要出來了 然後結果大家說 你們等很久了 然後結果市長就出來 大家就瞬間 這一次呢 其實是 我們第一次參加 類似像這種 跨年的活動 我覺得跟演唱會最大的不同就是 因為他不是售票了 並沒有進場的順序 所以真的就是 如果你要看到很前面的話 你必須可能說一定要來測驗排隊 而且大家都準備得很好 有很多姐姐都跟我講說 他沒有參加過 跨年的 所以我都會準備 醫治 真的是來了 前面所有人都站在折貼椅上面 而且每一個人都拿超高自拍杆 至少一百公分兩百公分都有哦 所以如果說啊 真的就是要來看你的idol 然後你想要聽全部的歌的話 真的覺得 演唱會可能會比較好 因為演唱會比較有規範 它會規範你們不可以拿手拍杆 然後不會有T字 雖然會有人穿噴天高 可是不會有T字這件事情 這一次 真的很嚴重的是你們 如果可以看到我剛剛拍的影片的話 前面我已經是真的很努力了 我還拍到別人的手機耶 大家拿多高超過兩公尺吧 男生哦 已經很高了還拿那麼高 真的很高 你只能看到大家的手機 跟手幅還有手燈 真的是跟自由女神一樣在哪裡 基本上idol是看不到的 對於我來講 我去參加演唱會或者這種的話 我基本上是看不到舞台的 就算我在搖滾出 我一樣還是看不到 前面的比我高太多了 我呢都是看螢幕 可是今天的這個狀況 大家高到我連螢幕都看不到 我已經放棄 直接是看人家學術 螢幕 演唱會是沒有直播 可是這種場合 是有直播的 Live直播 所以你真的多多很愛 或者是你沒有很早的排到前面的話 我的建議是 你就在家裡看直播 這個是 非常的清楚可以照到你的idol 然後你可以很舒適的 如果是你要跟你的朋友一起 來嗨的這種現場的氣氛的話 那來沒關係 可是你就可能要 有心理準備 場面可能 我們不是位置很好啊 我們看不到啊 只是有尖叫的情緒這樣子 這一場免費 你覺得如何免費 我覺得你們不要忘記 免費最貴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從台北來到台南 大風大概花了18個小時 大風大概花了一千多 GP值其實是不高的 是啦看到我都 只是來這邊看人家手機 突然覺得好像有點累 這次在台南 就已經看到新聞說 三天前就有人在搭帳簿了 那如果台北的話 也許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也有可能 那大家還是工作吧 然後把那個呈存下來 唱會我覺得比較值得啦 我覺得有一件很感興的事情是 剛剛走的時候發現地上有超多垃圾 可是後來我們在整理很新年的時候 我發現 有人在收了生 而且同事工作人員 我覺得這件事情 讓我覺得 其實台灣還是不錯的耶 今天我們就到這裡啦 你感謝 有這個機會可以跟他說 一起度過今年最後這幾天 而且也聽到他們親口說 新年快樂 恭喜發財 新年快樂 恭喜發財 那我們現在要馬上去趕 柯韻啦 翻譯了柯韻 希望明天早上能回到台北 大家再見 掰掰 掰掰 讓我們與雷蘭姆高的 少人胡雞雞雞 問你有看過嗎 有看 所以才來 啊 嗨